下面我们来关注香港 7月2号香港记者协会发布题为 自治收紧一国围城的2017年言论自由年报 指香港传媒过去一年自我审查日趋恶化 新闻自由每况愈下 另外香港26家主流传媒中有8家机构 或由中国政府控制或由中资企业入股 香港记协还在报告中 对新政府在保障新闻自由方面提出了诉求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 这份报告的主要撰写人 香港记协前主席麦艳婷女士 麦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份2017年的言论自由年度报告当中 称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 传媒自我审查情况恶化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香港新闻自由恶化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表现在一些比较有批评性的意见 都会给就是那个传媒机构给删掉 给消音 比如说那个信报的专栏作者 那个略越生 他的专栏就是在那个立法会选举前几个月 给腰斩的 当然他那个信报他就说那个是一个平常的调动 但是他已经写了二十几年了 突然间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前给删掉 很难说是一个平常的调动 而且呢我们也有看见那 比如说那个王敏平 王永平他是以前那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然后呢他的那个电台的节目 也是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以前几个月 就是给删掉 那就很明显是要希望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前呢 把一些批评啊 以至对于可能对一些比较民主派的意见 给消音 然后最近一个就是那个文件电视 他把一个大家都觉得会是 他忧虑是可能会对习近平国家主席来访 会做成一些尴尬的一个叫投桥新闻的节目 因为他一向都是比较七笑路骂的 然后他就把原来他从晚上六点 就是一个黄金实践 一个时间呢就说节目调动 然后就把它调到那个凌晨的时候播放 而他要让路的只是一个录影的节目 那就很难说是有什么重要触发的新闻 一定要把这个新闻路骂的节目往后挪 这个挪法呢就很明显 觉得让公众怀疑它是自我审查的一个表现 好的 那么您列举的这些现象呢很值得关注 这份报告还称呢 说中国啊 目前呢中资入股 或由中国政府控制这个香港主流传媒 增加到三成半 北京加强施压成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香港中资入股 或者由中国控制的主流媒体都有哪些呢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26家里面 其实已经有9家是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 但是有那个中资入股的 譬如说大公文会 也是那个香港商报 凤凰会市 还有都是中方直接控制的 然后呢有那个中资入股的 譬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无线电视 还有就是快那个承报 还有就是快要成为新的一家中资控制的 就是那个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最让人觉得可惜的就是 因为有线电视呢 它的那个中国新闻呢 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而且那个批看性也比较独立的 那现在因为新的资金啊 那个有两个股东 其实是国内的资金 那只是中资机构加进来以后 会怎么影响这些中国新闻的报道呢 我们都很关注 而且尤其是有关那个无线 无线那个虽然已经有几年的情况是怎样 但是问题是它是香港 基本上是最大的一个免费电视 它有大概八九成的那个市场份额 都是无线的 那它现在才发现 它的其实幕后的大股东 其实是那个尼瑞刚 其实它是那个上海市的前官员 而且它是个中共党员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 我们看见那个无线电视的那个节目呢 凡是碰到台湾的 它都有一些旅区的现象 包括那个国旗 它给它摸黑它 然后就让你看不见 然后呢就是它一个明明是国旗 它就说成是一个区旗 这样一些情况都有出现 所以令人很担忧 好的 我们感谢麦衍婷女士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里面要这样是 在一起 我们的连线采访